大家早上好,线上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8章 它的分道很明显,1到13,14到最后 这两段的圣经构成了这一章 前面一段是先知的患难和光景 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 发现做先知不容易 里面的信心、意志、毅力 如果不够强大的话 我想都很难继续走下去 所以新知是不容易做的 因此我们要越发的尊重他们 他们是一生来服侍神 其实耶利米这样来服侍神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用世人的眼光来看 是没有的 他这样来服侍神 没有得奖赏 也不能发达 甚至不会讨好人 如果你用世界的眼光来看 金钱、名利、尊重都没有 连最基本的听众都没有 但是耶利米无论这条路多难走 他都要走下去 这就是他对神的那份忠诚 还有做先知的有一件事不简单 应该说做领袖 也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面对孤单 其实耶利米是很孤单的 我们这么多章读下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唯一的帮助者 他的朋友就是巴路 帮他写他的预言 但是来到38章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是一条孤单的路 但是这条孤单的路是有神 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现在人的鼓励 天国的路可能是孤单的 但是当神使用你 为神做一些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事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孤单 当然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要珍惜我们身边的同路人 我想耶利米都会珍惜巴路 巴路也是珍惜耶利米 但是38章是可以看见 他自己独自一个人面对患难 但是在患难和困难当中 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和同在 我想这也是耶利米最大的安慰 也是继续支持他 一直往前走 虽然先知的路程很坎坷 但是先知的路是走向永恒的 他越走是会越靠见神 会得着神 这个我们在信里面 也是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要下的一个决定 是不是我们能够一生持守 神让我们走的路 哪怕遇到困难 哪怕是遇到困难 我们仍然继续走 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信念和决定的话 我们会越走越靠近神 越走越走向神 这就是第一个大段落 第二个大段落呢 是写西底下的恐惧 所以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图画 耶利米决定了走神的路 面对困难孤单 但是他心里没有任何的惧怕 他走在了光明之中 但是从外表看 耶利米是很坎坷的 但是西底下走的是什么路呢 从外表上看他是王 在很多人呢 是在他的身边 按道理来说呢 台面上呢 西底下呢 有很多人在他的身边 是王不孤单 但是呢 他的里面呢 却充满了惧怕 一个呢 是一无所有的人 但是呢 心里面呢 完全没有惧怕 心里面坦荡荡 充满了光明 一个呢 表面上呢 是王 有权柄和能力 有很多谋臣谋士 臣服 服人 婢女 围绕着 在他的身边 但他的身边 但他的心里却充满了惧怕 今天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光明的平安 还是惧怕呢 为什么西底下到最后充满了惧怕呢 一会儿呢 我们呢 看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呢 在经文里面呢 找答案 我想呢 这也是今天呢 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其实我们人生的道路呢 都是在这两幅图画中 做选择 到底呢 我们要走的是什么道路呢 今天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挣扎 我们有没有保持呢 心里的一点光继续呢 往前走 而不是呢 去走那条惧怕 灭亡的道路 其实呢 西底下走的呢 是一条灭亡的道路 所以呢 他惧怕 耶利米呢 走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所以呢 即使他面对呢 任何的环境 他都毫不惧怕 但是光明和黑暗的道路 是由什么来决定呢 就是来 就是神 神就是那道光 我们跟着神 那条路呢 如何难走 都是光明之路 如果我们选择 离开神 即使呢 是平坦大道 也是黑暗的 所以呢 求主呢 给我们呢 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在38章呢 得到呢 人生的开启 让我们走 我们人生路的时候呢 我们呢 知道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直路 有的时候呢 正路是看不明的 但是呢 却影响了永生 我们呢 从这个角度呢 来看呢 这个章的来 这章的圣经 一到十三点 马太的 及 马基亚的儿子呢 巴士霍尔呢 是听见 以后啊 如此说 住在这城里的 必遭刀剑 饥荒 瘟疫而死 但出去 归降 加勒底人的人 必得存活 就是以自己命为 略物的 必得存活 耶和华 如此说 这城必要交在 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他必攻取这城 于是首领对王说 求你将这人 致死 因他像城里 剩下的兵丁 和众民 说这样的话 使他们的手发软 这人不是 求这百姓得平安 乃是叫他们 受灾祸 西底嘉 这里面呢 提到了几个人 一个是史法提雅 还有基大利 尤甲 巴士霍尔 因为呢 他们听到了 耶利米呢 和众人的话 耶利米呢 说话的内容呢 是宣称呢 耶和华 凡是呢 住在这个城里的 必然呢 是遭到呢 刀剑鸡荒 瘟疫而死 如果呢 你想存活的话呢 就是你要 你的命作为略物呢 就会 就会存活 什么叫做呢 以自己的命为略物呢 就是呢 古诗人呢 打仗的 都是拿略物呢 而走 就是呢 当你呢 走去那个巴比伦 跟巴比伦说 我就是你的略物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你带我走 我从今开始呢 就是你的略品了 成为你的产业 这样子呢 就不用死了 这就是呢 耶利米的话 但是呢 这段话呢 表示呢 并不是表示 耶利米所说的 耶利米的意思是说呢 神如此说 用神的名义呢 来提醒 住在呢 耶路撒冷的居民 如果呢 你不想死 投降 如果你不想死 归顺 等于呢 将四个字呢 给了耶路撒冷里面的 百姓 而且呢 是以神的名义呢 跟百姓说 你不想死 就投降 归顺 你就没事了 否则的话呢 你一定呢 会死在呢 刀剑 饥荒瘟疫之下 刀剑是巴比伦带来的 饥荒呢 饥荒为什么会出现呢 它的出现呢 是因为呢 巴比伦的围城 所以呢 城里的资源呢 一天一天的耗尽 城里出现了饥荒 没有东西吃了 城里面存的食物呢 吃完了 这个围城呢 不是一两天的事 昨天呢 我们也讲 埃及的邻军的出信 巴比伦暂时呢 离开 转头呢 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呢 围城呢 足足呢 足足十八个月 你想你的家里面呢 有多少存货 特别呢 是老人家呢 会存一些罐头预防呢 打风 如果呢 我说一个风球 如果呢 一打打十八个月 那你家里面的这些 存货呢 能不能支撑得住呢 城里面有饥荒的时候 真的会有人饿死 饿死的话呢 在城里面呢 没有办法呢 处理 如果死的人呢 越来越多的话呢 病菌的出现 饥荒的就出现 这些呢 都是这场战争的 所带来的 但是呢 神对他们说 你们如果想逃离 这些灾难的话呢 投降 归顺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这就是耶利米呢 所说的话 耶利米所说的 这个呢 让人难以接受明白的话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不要抵抗 不抵抗呢 就是不用死 抵抗了就会死 但是这个说法呢 对于当时的社会 和当时的人来说呢 是很难相信的 为什么 人呢 会从呢 自身的经历呢 去判断将来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喜欢呢 读历史 我们不断呢 重复呢 历史当中的错误 但是呢 我们却很喜欢呢 看历史 看一下将来会是怎样 为什么说 当时的这一番话呢 很难呢 让犹大人去信 更跟从 因为他们看过往的历史 巴比伦的责冠是怎样呢 巴比伦的责冠呢 很简单 他们呢 大军压信的时候 如果你们投降呢 就讲你们的精英呢 掠走 然后呢 就 你比较听话 就会相安无事 这是比较 好的结局 但是巴比伦有个习惯呢 对他背叛的人 完全没有怜悯 如果呢 你 如果呢 答应呢 成为我的 但是呢 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如果背叛了巴比伦 他就会再来呢 教训你 就不像呢 上次一样 他完全就没有怜悯 一定呢 会焚烧你的 呃 成大肆屠杀 呃 这种事情 所以当耶利米呢 呃 你们投降 你们归顺 当时的 君王 大臣呢 会想 这怎么会有可能呢 以巴比伦 以王 以王的 王纪来看呢 就是呃 投降呢 一定会死的 投降呢 一定呢 会面对一个 很大的后果 后果 他们不会轻易的 放过你 这是他们心里面 所想的 那他们心里面 想的和 呃 耶利米呢 嘴里说的呢 是刚刚向反的 所以他们 心里面想的 和过往呢 和对巴比伦的认识 形成了一个 看法呢 就是要抵抗到底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们呢 呃 之前呢 将盼望 记在呢 埃及的身上 他们呢 呃 有这么强大的 埃及和 巴比伦呢 周旬 有机会呢 打败了 那个 阿比伦 这就可以了 这是他们心里面 所想的 但是呢 神想的 和他们 所想的 是180度 相反的 神呢 是透过呢 耶利米呢 呃 对他们说 投降归胜才是 出路 抵抗呢 就 不行 他们的想法 就是抵抗抵抗 可能呢 会有一线的生机 但是呢 神说抵抗 是绝对没有生机 这几个首领呢 我们 呃 说的这几个人呢 最特别的是呢 他们曾经呢 是被王呢 呃 拆派的 求问先知 耶利米 所以呢 他们对 耶利米的这个话呢 并不陌生 因为呢 他们呢 之前都有 呃 第一手资料 因为呢 他们是第一个 去听 然后呢 听完以后呢 去告诉王 这几个人呢 就来到了 王的面前 对王说 这个耶利米呀 他这样做呢 摇动了我们的 冰心 他不是求百姓呢 得平安 而是让他们 受灾祸 耶利米呢 所说的话 和他们心里面 想的是相反的 和他们 执行的政策 也是相反的 如果他在留住 这个人的话呢 我们呢 我们军兵的士气 就会低落 打仗呢 士兵呢 听到耶利米呢 这番话 神说 说你要打就死了 不打呢 还有机会 投降呢 就输了一半 那么这些事 这些话语呢 会动摇军心的 所以呢 他们就来进王 说不可以 这个耶利米呢 不能呢 留下来 让他致死 否则 那这个军队呢 军心一散呢 有几个士兵 如果听了 这些话呢 冲出去 打开城门 冲出去 投降 这个城怎么守呢 这个守没得守了 你只需要 打开城门 十分钟 五分钟 就已经 兵败如山倒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一定要 致死那耶利米 否则呢 这场仗呢 真的呢 胜算呢 是越来越少呢 没有军心的时候呢 这个仗就没有打的了 所以呢 他们就来到了 西底嘉王 西底嘉人 怎么回应了 西底娃说 在他在你们手中 无论何时 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 他们就拿耶利米 下在哈米勒的儿子 马基亚的牢狱里 那牢狱在 会卫兵的园中 他们用绳子 将耶利米 细下去 牢狱里 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 就信在耶里中 在王宫的太监 古诗人 以伯米勒 听见他们将耶利米 下了牢狱 以伯米勒 就从王宫里出来 对王说 主啊 我的王啊 这些人像 先知耶利米 一味的好像将他 下在牢狱里 他在那里 并自恶而行 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 王就 吩咐古诗人 以波米勒 说你从这里面 带领三十个人 趁着先知耶利米 为死之前 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 于是一波米勒 带领这些人 同讯进入王宫 到库房以下 从那里取下了 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用绳子坠下牢狱里 去到耶利米那里 对耶利米说 你用这些碎布的 和破烂的衣服呢 放在你的鸽子窝 耶利米就这样造了 这样子他们用绳子 将耶利米从牢狱 拉上来 耶利米扔在 护卫兵的院族 希里加听到他们的 说话 听到他们的讲话以后 他说 第五节 耶利米在你们的手中 无论什么事 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 句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他耶利米在你们的手中 就是呢 我就是将耶利米交给你们处置 然后呢 再有一个补充就是 无论呢 什么事情 王就是我也不反对 然后就句号 这番话的意义呢 这番话的意义呢 在于哪里呢 我们看见呢 西里加呢 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这个傀儡王呢 实际上呢 是一个家心饼 他又不能够得罪呢 百姓 也不能够呢 是得罪呢 王 所以呢 他家在中间 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呢 他们呢 他就是走来走去 这个呢 不知道是他的智慧 还是他的生存之道 王回答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没有得罪任何地方 就是不得罪任何一方呢 是非常的圆滑有智慧 所以他说 耶利米在你们的手中 你们呢 求我呢 将耶利米将你们处理呢 将他致死 那好 你们就 好 我现在就交给你们 是不是没有得罪呢 这些大臣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但是呢 又补出了一句 实际上呢 就是呢 就是说 你们做的事呢 我呢 就是支持你 但是后面没有 没有东西了 但是是不是 致死匿名呢 正常来说呢 以色列王的责惯呢 是习惯呢 是将某个人致死呢 那这个人在你的手里面 你可以将他致死 就是说要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我把这个人交给你 你要做什么呢 我交这个人给你 但是呢 我又不用我的嘴说 把他致死 因为呢 他知道 如果他一开口 这件事呢 就会落在他的头上 留无辜 无辜人的死 他呢 就是承担了 所以呢 他说的话呢 他不会留任何的尾巴 让你呢 捉住 就是好 我把他呢 交给你们了 你们做什么事 我都不会反对 所以呢 这个责任是在你们的手上 如果你们杀先知的话 是你杀的 不关我事 他就将自己的权柄呢 和承受的 承受的结果呢 就给翻转了 我帮你们 是你们要杀的 如果你们要杀他呢 我也不反对 我只是呢 不反对 但是我没有说我支持 我说我不反对 但是呢 我没有呢 下手去执行 所以呢 留无辜人的血 我不承担 你们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会支持你 如果他再聪明的话 会说呢 我倾向的支持你们 总之呢 就是你们来决定了 我把叶利米 交在你的手里 这就是西底加 他对神的敬畏呢 非常的不足 他对人充满了惧怕 他想讨好这个 也想讨好那个 而且呢 他不想呢 他不敢承担的这些责任 所以呢 他就用这么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原划来解决问题 其实今天 我们也会面对的如此的情况 甚至呢 在我们的家里面也会 我们的太太说 你拿一个决定出来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转不转工呢 买不买楼啊 孩子去不去这间学校呢 甚至呢 转不转科呀 升不升班 留不留班 我们很多的决定 我们是不是都像西底加王一样呢 甚至到最后呢 和太太说 我支持你 但是呢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会呢 给你出主意的 这个不出主意 就是呢 我们没有拿起我们的权柄 西底加呢 在这个位置上 他没有拿起他的权柄 为什么他没有拿起权柄 因为他怕 因为惧怕 但是为什么惧怕呢 因为呢 他没有神 他知道呢 自己呢 要做的决定呢 神没有盖章 当神没有盖章的时候 我们呢 我们的心里就没有底气 不够胆量了 去负担 如果我们不敢呢 去负担的话 问题呢 就会越来越复杂 权柄呢 是需要运用 是需要运用 我们不敢运用权柄呢 就会出问题 但是权柄的运用 背后没有神的话 其实我们是担不起的 我们就是不敢 做不到这些决定 很多的万一呢 在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说帮孩子转学校 如果他转的 转校转的不开心 成绩又不好 如果呢 还有同学的欺负他 会怎么怎么办呢 太多这种恐惧 埋怨 所以呢 今天我和 我们和神的关系 到底是怎样呢 神是我们的底气 西里加呢 是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心里面呢 已经呢 没有呢 任何的底气 他不想得罪神 也不想得罪人 他 不想得罪人呢 多于呢 不想得罪神 所以呢 神和这些人的 神的话和 别人说的话呢 正正相反 所以这个加喜饼呢 就难做了 所以呢 我们呢 这些人呢 说我们先将 先知灭生 在这种情况下 西里加呢 不敢做任何的决定 讲了这些呢 说了 像是 没有说的话呢 我们也都是 喜欢的做这件事 如果有人问我呢 就是这件事 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一般的回答呢 就是 就是在这一刻呢 我们没有任何的 回应 回应 嗯 回应 嗯 我在这一刻呢 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不代表了 下一刻会有 就是呢 像又 又 又 系安全带 又带着 头盔 就是呢 沉默呢 是金 就是 有些话呢 讲了等于是 没讲 嗯 这几年的社会呢 也比较呢 流行的讲语言艺术 我们用语言 艺术呢 嗯 可能呢 会 嗯 搞定 但是呢 我们的 神呢 是不要 不要我们这样 神要求我们的心理正直 心口 合意 而是不是用这种 嗯 言语呢 呃 将一些事情呢 给推开 我们要心口呢 合一 合一呢 是很不容易的 除非呢 你是有神 除非呢 你站在呢 真理这边 神会为你包敌 所以呢 耶利米呢 被交在他们的手中 呃 这次呢 就有一些麻烦了 他们用绳呢 呃 将绳呢 呃 放在了牢狱里面 就是一个井和一个坑 这次的这个坑呢 是呃 更是不好 这个井里面呢 是在呃 会员里面呢 是里面呢 没有水 只有淤泥 没有水还可以 但是呢 充满了淤泥 我以前呢 看到了呃 一个报道呢 就是以地震里面的 一个呃 生还者 他呢 头呢 是露出来了 但是呢 呃 身体呢 是陷入的淤泥里面 很难的给他呢 拉上来 所以呢 拯救队 发现他以后呢 其实呢 可以给他食物和呃 食物的 他整个人呢 只有头 其他的身体呢 是在淤泥里面 他那个呃 被很多的东西呢 呃 压住 呃 就是没有力量给他呢 拉出来 所以呢 你要去呃 但是你周围挖呢 会很麻烦的 所以呢 呃 就是那个用了很长时间呢 都呃 让他都挖不出来 最后这人死了 因为我们的皮肤呢 也要呼吸的 呃 就是他的嘴呢 呃 可以呃 透气 呃 可以吃东西 但是他整个人呢 在淤泥里的时间 太长 就是失旧了 现在呢 呃 老公的太监 古诗人 古诗人 以伯米利呢 呃 听他们呢 这样子对伊利米 他就对王说 主 你呃 我的王啊 这些人像先知 耶利米一位的行恶 将他在呃 将他下在牢狱中 他在那里 必因经饿而死 城中再没有两 粮食 所以王呢 就呃 说 你们从这里带领三十人 趁着耶利米没有死之前呢 救他上来 先知呢 这个时候呢 是很危急的 救他的时候呢 都要带三十个人 从淤泥里拉出来 如果带少人呢 你呢 呃 去的时候呢 带 带一些多的人呢 才能呢 从耶利米救出来 其实他王心里面知道呢 呃 时间太长呢 那个耶利米就会死了 所以呢 趁他没死之前 把他拉上来 所以这个王很有意思 呃 这些人呢 就是要把那个 呃 耶利米致死的时候 交给你了 然后呃 古诗人呢 向他求的时候 也是交给你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做事的 就是他做事的风格 呃 呃 人生的决策呢 交给了他人 因为他怕 他不是将人生的所有决策交给了神 他和耶利米最大的分 分别是神 你耶利米是神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所以呢 耶利米是一代的先知 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先知 但是西里加恰恰想反 他将他的决策权 决定权 交给了人 人叫他说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讨好的是人 耶利米讨好的是神 所以呢 两条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但是圣经呢 很妙 就是第七节出现的 就 呃 耶利米的人 是古石人 我们以前做话剧的时候呢 呃 阿哈取路王呢 从 呃 古统治呢 从印度到 古石 古石呢 是埃及 呃 附近的非洲 是皮肤黑的人 是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都看见呢 呃 外邦 呃 都看见了他们来苦待了先知 这样子会大大的得罪神 不可以的 如何杀害了先知呢 这笔战一定会记在以色列头上 王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如果呢 呃 耶利米呢 呃 死在狱中的话 这笔战一定会记在你的头上 你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你觉得呢 你还有好下场吗 你会有好的结局吗 这个古石人 这个外邦人都已经看见了 但是这班首领呢 曾经呢呃 被王派去 呃 求问耶利米的人呢 就看不到这一点 王自己呢 我也不知道他看到呃 看不到 好像呢 看到也好像没看到 但是呢 他可能看到 但是他怕人多过怕神 所以呢 不敢从自己的呃 嘴中呢 说杀了耶利米 因为呢 他不敢这么说呢 他是怕神 但是他更怕人 就是说将耶利米呢 呃 交给你们 我不会反对的 甚至呢 他很聪明 他说呢 你不说我支持你 而是说我不反对你 这个呢 就是当时的情况 但呢 也都呢 看见了神的恩典 他竟然呢 使用了一个外邦人 来救耶利米 这个呃呃 拯救的呃 活动也不简单 带了三十个人 带着烂布烂山的 然后呢 呃 架着他的这个呃 呃呃 鸽窝 他们呢 应该呢 是用很大的力呢 给他呢 呃 拽上来 然后呢 是系在这个呃 鸽窝下面 呃 又这样子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从呃 呃 将耶利米 从井底下呢 拉了上来 来看第二大段 先知呢 得救了 但是呢 当时的情况呢 都是很很辛苦的 因为城里面呢 没有食物了 这个古食人呢 呃 来的时候 他要如果要是在 在在井里面 就会死的 呃 王说给饼 但是呢 给给着呢 就给不了了 因为全城都没有 东西吃了 呃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西底家呢 当耶利米呢 呃 拉上来的时候 西底家是怎么做的呢 十四章 十四节 西底家 王打发人带领 那先知耶利米 进耶和华殿中 第三门 见王 王就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耶利米对西底家说 我若告诉你 你呃 岂不要杀我 我若劝诫 你必不 听从我 西底家王 就私下对耶利米说 我指着 那在我们生命之命的 耶和华 其实我并不杀你 也不将你交在 寻所你命的人手中 耶利米 耶利米对西底家说 呃 耶和华 望神之君 耶稣里米的神如此 所以你要出去 呃 归降 巴比伦王的首领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 不必被火焚烧 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呢 呃 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这城 必交在 加勒底人手中 他们必用 火焚烧 你也不得 脱离他们的手 呃 我怕那些 投降 加勒底人的 呃 犹大人 恐怕 加勒底人将我 存在他们手中 我 他们戏弄我 耶利米说 加勒底人 必不将你 交出 求你 听从我 你所 耶和华的话 那这样你必得好住 你的命也必活走 你若不肯出去 耶和华指示我的话 乃是 犹大的王 所圣的妇女 必都带到 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 这些妇女 必说 你知己的朋友 催逼你 胜过你 你的脚陷入淤泥中 你转身就 退后了 人必将你的后妃 和你的女儿 带到加勒底人那里 你也不得 推力他们的手 必被巴比伦王的手 抓住 你也必使这城 被火焚烧 呃 我不要使人知道 这些话 你就不至于死 首领若听见了 我与你说话 就来见你 我问你 你对王说什么话 不要向我们隐瞒 你们 我们就不杀你 王向你们说什么话 也要告诉我们 你就对他们说 我在 呃 王面前恳求 不要叫我们 回到约拿丹的房屋 死在那里 随后众首领 来见 耶利米 问他 他就照 王所吩咐的一些话 回答他们 他们不再与他们说话 因为事情没有泄露 于是耶利米仍在户病当中 直到耶利米在脸被攻取的日子 耶利米呢 呃 上来以后呢 就去见王 然后呢 私下呢 去问他 就是旁边呢 没有呃 大臣呃 呃 就是单对单的来问耶路米 呃 就是呃 坦白你谈 对我说到底会是怎么样呢 耶利米呢 这个时候呢 再告诉他 其实呢 王的脚都软了 脚 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们读到三十八章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不听呢 有有这么难吗 都说了这么清楚呢 而且呢 环境的呃 印证已经出现了 现在的问题呢 是城里面的饼都没有了 呃 巴比伦的呃 大兵呢 是在门口的攻城呃 神告诉你们 这个城呢 要攻陷了 这件事不是很遥远的 你每天呢 都呃 被人的来进攻 城内的人守的呢 是呃 很困难的 连丙都 没有 其实呢 是没有悬念的 其实你是看一下呢 城下呢 这个呃 书是很正常的 神告诉你说 肯定是书的 环境的认证呢 也出现了 但是人的心呢 却这么软 却这么硬 这就是西底家 试下呢 再呃 说一次 我怕的那些呢 我怕的是什么呢 他们会戏弄我 他怕的是 西底家最怕的什么呢 就是 会投降之后呢 他不怕敌人 他不是怕 巴比伦王怎么 呃 戏弄他 他怕的是什么呢 如果呢 呃 将他 将他交给 其他的犹太人的话 这 这 他们呢 会 呃 羞辱他 他怕的是这一 这件事 他知道呢 呃 如果呢 投降呢 如果呢 是 交给呢 自己的同胞的话 他会死得很惨 这个呢 是他所怕的 他怕的是自己人 他怕的是自己人 但是呢 叶利米说 神已经说了 你不投降的话 你就会死 而且呢 而且呢 这些妇女呢 会这样子呢 来 评论你呢 呃 妇女呢 呃 这些妇女会怎么说呢 你自己 这个催逼的这个字呢 呃 呃 原文呢 反应 翻译成 欺骗 就是 就是说是 你自己的朋友呢 就是 催逼你 胜过你 你的脚呢 陷入 呃 淤泥 就是 你投降呢 可能呢 会得存活 呃 叶利米呢 苦口婆心的 听他说 我求你呢 来听我说 你不要呢 再 死仓了 呃 就是死顶了 你已经呢 顶不了了 神有 因典的 恩典的路呢 给你 你就不要再 呃 和神呢 呃 做对 没有 可能呢 再 赢得到 所以呢 那个叶利米呢 胜利俱下呢 是求这个王 王的回应呢 说 不要让人知道呢 我们之间的对话 呃 如果有人 问呢 就是说 你求我不要杀你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因为呢 王 呃 不想呢 让别人知道呢 他心里呢 在 摇 摇动 如果呢 呃 因为他们知道 王的心 摇摆的话 他们呢 就会讲 王呢 献给巴比伦 所以呢 王的位置呢 就是这样子 如果他主动投降呢 后面呢 人呢 会给他绑起来 送给了 巴比伦 他现在就是 呃 在这种情况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呃 不知道呢 该怎么 做 其实呢 他可以做的 一件事呢 就是 重新归向神 但是他没有 选这条路 他心里面充满了 对人的惧怕 求主呢 帮助我们 让我们呢 常常知道 选神的路 虽然呢 耶利米呢 呃 很艰难 但是呢 他心里面充满了 平安光明 虽然呢 西底家呢 是王 但是呢 他充满了 黑暗恐惧 愿种 呃 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 智慧的选择 阿们 我们今天到神一室前 我们今天要看到 选择 相信 就透透了一身 有了一身 来到去保护我们 成为我们的生寨 成为我们的生寨 你爱着我 你爱人是我 不只是你爱 将我拥抱 你为我穿上 公顶上见一笑 使我活出 神的转容 你按照我 体比的人 是我 不只是你爱 在你将我拥抱 你为我穿上 公顶上见一笑 使我活出 神的转容 无悔心 无声难 依靠主 你无所全 全闻生 此爱主 你勇小便帮助我 我的理难 和珍重 我的善待 和高谈 有谁向你 你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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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抬起我的头 要望主 耶稣基督 拥抱去我 我是每个人 我要抬起我的头 高谈 高谈和内路 大声 谁拥抱 你拥抱 主的心 你爱着我的 命令人 是我 不只是你爱着我 永远 不只是你爱着我 因为我06 拥抱 我 便想 放 地理难 因为我 不坑 因为我 依靠主 不必无所权 全能生 慈爱一族 你用少年帮助我 我的抵挡和尊重 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谁向你扶持我 抑郁我的腹无仇 我要抬起我的头 高光祝耶稣基督 拥有军王 我是为你轮盘 我要抬起我的头 高光祝耶稣基督 大声炫耀 一声靠住的手 不愧心 不散荡 依靠主比无所权 全能生 慈爱一族 你用少年帮助我 我的力量和尊重 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谁向你 不是我 抑郁我的不仇 不愧心 不散荡 依靠主比无所权 全能生 慈爱一族 你用少年帮助我 我的力量和尊重 我的山寨和高台 有谁向你扶持我 因缘我的不仇 我要抬起我的头 要光祝耶稣基督 用调去活 我是为你灯盘 我要抬起我的头 高唱哈利路亚 大声炫耀 一声靠住的手 大声炫耀 大声炫耀 一声靠住的手 大声炫耀 主 我们来说过 你是我们的山寨 你是我们的同胎 神啊 我们来依靠你 当我们在坎南的地方 神啊 我们知道 你给我们的同胀 你的恩典 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 神啊 让我们有这个信心 来跟随你 一直的跟随你 有这个疯独的地方 神啊 我们来 lawsuits 我们来给你 我们来讲 在你爱的光中 我等着扬移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荣耀高居你的名 我跟随我怀疑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在这爱的路墙里 我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大地 每个暗处地不离 你暗天在大地 每个伤识世万里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等着扬移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荣耀高居你的名 我跟随我怀疑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在这爱的路墙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荣耀高居你的名 我跟随我怀疑 我爱你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在这爱的路墙里 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爱的路墙里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在这爱的路墙里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在这爱的路墙里 用尽我全心却已证明 十分手底却不被困住 心底做到却不及失望 此战之情的孤祝要成就 其中无力永远的荣耀 我爱你 用寂寞全心全意全意 拥有道具的地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用寂寞全心全意全意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不放弃 祝这是我们的祷告 祝这是我们的祷告 祝你来帮助我们一生来跟从你 奔跑不放弃 讲到这首诗歌 我们今天看到耶利米被扔到一个牢狱的里面 这个牢狱里面都是淤泥 甚至最后三十个人才能将它拉出来 如果你是耶利米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放弃 不会再理西底嘉 我就会你这样子来对我 我还会理你 但是耶利米没有 我们见到耶利米 西底嘉这样子来对他 但是他依然用心良苦来劝他 二十节 耶利米说 家里的人不会将你交出去 求你来听我说的话 你这样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耶利米的心仍然和神的心是在一起 因为神的心是想去救西底嘉和犹大国 无论耶利米如何受折磨 他依然想和神同心 我们呢 他的眼光是高于自己一个人 高于自己一个人的成败得失和苦难 当我们说我们奔跑不放弃的时候 今天呢 耶利米呢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去思想 有没有人呢 像西底嘉一样来折磨你呢 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呢 可能是你的家里人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今天呢 我们能不能像耶利米一样的 和神来同心 为了对方的好处 我们都愿意呢 摆上我们那一份呢 让人得救的心 我们呢 就是之后就有呢 唐庆在折砸 折砸花园呢 有嘉宁花 我们所邀请的朋友里面 除了我们喜欢的人之外呢 也会呢 想 身边的人呢 也是需要这个救恩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都要 开口呢 为 我们身边呢 需要救恩 不管呢 他们是可爱还是不可爱 我们都要为他们来祷告 好了 请您来订阅一下 我们来订阅一下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救护人的神 无论在我们眼中有多恶的人 就像你是怜悯西底家 怜悯尤大国一样 我们见到耶利敏虽然面对这些艰难的处境 侮辱和不公平 但他依然愿意和神一同站立 依然劝西底家将神的话告诉他 也劝他求他听神的话 让他得好处可以存活 神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承认在我们身边的人里面 我们觉得有些人我们不愿意去理他 但是今天我们有救恩 当我们有嘉年华会的时候 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 我们可以永远的去邀请我们身边的人 不管他可爱和不可爱 这个是你的人 你来到这个世上就定义来拯救 失丧的人 主你同样的像耶利敏一样的来体会你的心肠 耶利敏呢 做了很多事 受了很多的艰难 逼迫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好处 因为他单单的愿意和你来同心 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也帮助你的教会 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呢 可以呢与你同心同共 求主来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奉主祷告 我们呢 我们再来看呢 西底嘉 神的话呢 先知的话呢 他既然呢 听先知的话 在十六节里面 他说指着呢 他知道呢 神是造人生命的神 他也很想知道呢 神说什么呢 又不是说不信 而神的话呢 也说明白了 如果呢 不肯投降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呢 他的不能脱离呢 巴比伦的手 但城会被毁烧 但是呢 他不肯去听和跟 他没有勇气呢 去跟从神 为什么呢 刚才牧师说 他们呢 西底嘉很怕人 他很怕人呢 就是第十九节 就是投降 他就看他自己 而不是看他的位分 不是呢 带着整个国家的 位分和责任 他就是很怕呢 被折磨 相对于耶利米 他不是呢 看自己 一己的状况 但是呢 西底嘉呢 就怕自己呢 是被折磨 即使呢 宫里面的 妇女人文们呢 被捉去的时候 也不比呢 也不比呢 自己被折磨 那这件事这么大 他没有底气 也就像牧师所说的 他没有底气 他有神的话 但是呢 不相信 今天的我们呢 我们有神的话 会不会呢 会不会呢 也被 身边的事 害怕呢 身边的事 会遭 会有什么后果 不想呢 去跟从到底 相对于呢 这个 古石人 太监乙伯米利 这件事呢 可以说呢 都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呢 他出口呢 就 出口就 耶利米 他都不知道 王怎么看他 首领呢 会怎么看 他可能呢 会 遭到 他们的 反对的 但是呢 圣经理说 他倚靠神 他 倚靠神的时候呢 他就在他的职场里面 为正义呢 发声 但是相反呢 西底家 他没有呢 依靠神 在他的 岗位上呢 没有做呢 正确的选择 他知道呢 有危险 但是呢 他不敢呢 按神的话呢 来走 今天 我们同样呢 在职场的里面 来看呢 神给我们的位分呢 我们是不是呢 只是看自己 个人 怕这个 怕那个 还是呢 我们呢 尊重的 神 给我们呢 摆在这个位置 我们 在这个位置里面 去发挥 应有的决定 就好像呢 皇宫的太监 他见到呢 在皇宫里面的 发 有这种事的话 他就会开口 他依靠神 发出了公益 好让呢 耶利米呢 可以得救 今天我们在 职场的里面 我们怎么让 神给我们的 这个位分呢 看 这个环境里面 神是怎么使用我们呢 我们先安静在 神的里面 无论呢 是 家庭主妇 或者呢 在工作上 遇到呢 不同的状况 可能呢 像 虚几家一样 是一个权柄的 或者是像太监一样 只是呢 一个 加薪的阶层 其实呢 神对我们呢 都有一定的心意 有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是依靠神呢 还是害怕人呢 后果呢 后果呢 是天壤之别 整个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呢 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 两个 两个的 祷告 神今天给你的 威奉 你有什么害怕呢 而影响呢 而影响了这个 神给你的威奉的 这个影响力呢 求神来帮助我们彼此来祷告 神来帮助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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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